我想我們這道料理叫做 這個叫做冬瓜蘿蔔牛腩片 而且裡面的關鍵 這個中藥的茶飲 到底是什麼呢 待會理事長會告訴我們 他可以保護我們的胰臟 來 那這個牛肉的部分 你說要先醃 牛肉今天我用的是個牛腩片 大部分我們台灣人做牛腩 大概都會拿去燉 或加了很多所謂的紅燒 很多的中藥 然後下去燉 那我們今天就用一個 輕燙 輕燉的方法 輕煎的方法 所以我們只用了鹽巴 跟胡椒 簡單把這個牛腩 因為牛腩雖然它看起來 都是筋 很硬 但我們把它切薄片 其實它來燒烤也是不錯的 好 我們簡單的把它 這樣子拌一拌 然後另外鍋內我們就加了水 因為我們的那個茶 泡得比較久 它比較濃 所以我們先下一點水 直接把我們的蘿蔔 還有我們的冬瓜 我們都把它切得很薄 蘿蔔跟冬瓜 對 都把它切得很薄 把它切得很薄之後 我們就把它放到水裡面來 讓它先煮滾一下 因為切得很薄 你要吃脆 或者是你要吃軟 你就可以自己去做一下控制 它很快就熟了 基本上很薄 它一下子就熟了 好 因為我們剛剛是不是有下了水 剛剛講這個茶泡了比較久 用這個茶來煮蘿蔔跟冬瓜 對 來煮一下 所以是先泡好之後 然後再裡頭煮就對了 對 因為我想跟大家說 其實李日長每次都跟我們分享 很多很棒的中藥的茶飲 但是有時候你可能會喝不完 那怎麼辦 你可以拿來入菜對不對 其實你可以拿來入菜 有時候你泡太多了 喝不完怎麼辦 拿來入菜 滿聰明的 我們就直接把它蓋起來 讓它燉一下 好 這邊在牛腩的部分 很簡單 我們就把它下來煎一煎就可以了 就一片一片的下來把它煎一煎 OK 好 你現在也是沒有放油的 對 沒放任何的油 因為我們盡量讓所有的 健康條件都符合 所以油脂我們就不攝取太多了 本身食物上就有油 我們就跟食物借油就好了 好 那理事長 到底這一壺茶是什麼 它可以喝也可以入菜 它這個茶叫做荷葉山楂茶 荷葉山楂茶它本身就是對於 脾胃系統絲調 最佳的一個養生的茶飲 它的組成就是用山楂跟橙皮 這個會促進食欲 而且會活血而養肝 另外絕名只會 讓腸胃的功能變好 而且如果說有病密的人最適合 那有消水腫 很多人都要消水腫 加一張荷葉 荷葉就是也健脾力絲消水腫 這樣的一個荷葉山楂茶 是一個非常對於這種 消水腫腸胃功能失衡來喝的茶 就如主廚說的 沒喝的話可以加進去 我想這個也是一個很好的idea 所以如果我們剛剛提到 很多人宜藏發炎是因為聚餐 然後吃了高油脂的東西 喝了很多酒等等的 是在吃完那個大餐之後 假設他泡了茶 這個茶是在吃飯前喝 還是吃飯後有點幫他 腸胃蠕動等等 其實前中後都可以 因為它本身也有些 囂張的作用 有些促進食欲的作用 像宜藏發炎根本就吃不下東西 沒有食欲 這個茶倒是可以做一些幫忙 所以我想說這個茶 配在這個真的餐飲裡面 就變成一種藥膳 所以我們在做藥膳的時候 其實我都一直建議說 因為這個味道還絕對沒有問題 像有些藥膳 它味道比較重 比較濃的 像一些當歸 或是像喝手 味道比較濃 有時候會加太多 可能一般小朋友 或者有些人就可能不敢用 所以我們先把它煮成茶 再倒進我們的藥膳裡面 是一個非常棒的idea OK 好 謝謝理事長 這個其實這樣在煮的過程當中 你會發現冬瓜的清甜 跟蘿蔔的清甜 我們最常常知道說 是要吃冬瓜跟蘿蔔 會讓我們自己比較清爽一點 你看加上這個茶 而且它很清香 你看這樣它已經熟了以後 我們就把剛剛煎好的牛腩片 讓它一片一片的 很少會看到這個牛腩拿來煎的 我們把它煎好這樣焦香以後 我們就直接把這個牛腩 直接丟進來一起煮 因為有些地方還紅紅 大概是稍微煎一下就可以了 稍微煎一下 因為我們完全都沒有加任何的油 沒有 因為牛腩它會屬於比較硬的 它的結粒組織會比較硬 可是這個牛腩 因為我們切很薄 它基本上只要煮一下它就熟了 它只要煮一下它就熟了 可是你記得還是要切薄 這個時候我們來調味 我們加一點點的蠔油 只要一點點就好了 很簡單的調味 一點點的蠔油 你平常會這樣煮藥膳嗎 我平常其實就像理事長所說的 有些藥膳的味道比較重 比如說現在 我要加一點黃旗的風味 可是如果我剛剛在那邊燉了 半個小時 40分鐘 其實有時候小朋友不喜歡 那我不如就給他一點點 慢慢的去接受它 平常藥膳我也很喜歡 因為我覺得身體真的要顧 就是我們用一個食療的方法 來做它 好了之後 我們最後撒上我們這個蒜苗 淋上一點點的米酒 一點點米酒 一點點蒜苗 你看這是跟你一般在市場上看到那種 你覺得怎麼就是一個很補氣的藥膳 可是看起來就不好喝 就不一樣 它是很清爽的 對 大家可以試試看這樣子的藥膳 在秋冬的時候幫自己跟家人來養胃 富含膳食纖維的白蘿蔔與冬瓜 加上荷葉山楂茶茶一同熬煮 軟嫩入口 鮮甜滋味 讓你吃得健康又軟味 好 在這道裡頭是白蘿蔔跟冬瓜 那為什麼用涼的呢 這是因為我們今天講胰臟發炎 如果在發炎的狀況 理事長剛剛特別說 一定要用涼性的食材 這樣對大家才有幫助 好 我要有請這個陳主任提醒大家 如果肚子痛 有的時候覺得還好還好忍一忍 多吞幾顆止痛藥 哪些狀況不能等 如果肚子痛就是持續一段時間 沒有緩解 或者是它合併有一些其他 像是解黑便或是甚至到喘 那我們剛剛講的 這個肚子的腹壁僵直這些狀況 就代表它可能是一個 比較嚴重的發炎 甚至它影響到其他的器官 這樣我們就要考慮去急診救援這樣 好 那所以如果痛到冒冷汗 那個算很嚴重了 對 如果痛到冒冷汗 或者是你有合併其他的症狀 尤其是你過去的病史 包括說有一些三高的問題 或者一些心率不整的問題 尤其年齡又大 那這種情況之下 可能就要特別的小心 有可能除了本身腸胃道以外 還有可能是其他器官的導致 它只是反映在肚子痛的部分 了解 好 所以不是只有肚子這邊的器官 可能跟心血管也有關 大家多加留意了 下次見 拜拜 另外很重要喔 在底下有個超級感謝 可以按下去表達對我們的支持